謝謝主席,有請主委 委員好 農委會副處長 來,農委會有人來嗎? 消務副處長 來農委會 主委,我想您辛苦了 今天主席,我們趙偉排這個 主題的討論,我覺得非常重要 尤其經過這一次的學院之後 其實各方都有很多的學習跟啟示 我想對我們來講,其實不是壞事 那麼尤其對兩岸協議的未來的法治化 那麼資訊的公開,公民的參與 甚至國會的監督,其實是有相當的意義 對於這一次的學院之後 您在未來這個法治化 您有什麼樣的想法 因為今天是談到說,包括我們的公民監督 公民的參與跟國會監督 我們到底有哪些檢討跟改進之道 您能不能簡要的說明一下 好,因為這一次學生們提出相關的訴求 那當然政府也在進行相關的檢討 譬如這一次在兩岸協議監督的法治化議題上 那最後,政府也同意同學們的訴求 就是將過去雖然有的國會監督機制 但是可能不夠明確,不夠完善 然後也可能會在彼此的認知上 會產生差異的地方 透過這一次法治化,能夠有很明確的規範 在不同的協議進行的協商的階段 行政部門所要擔負的一個責任 以及必須要履行的一些工作 那包括對國會的監督 以及讓社會大眾能夠更公開的透明 去獲得這樣的資訊的這些制度上 我想都做一些檢討跟改進 那另外對於這個 大家希望知道兩岸協議簽署之後 對社會所產生相關的衝擊 希望能夠有更多的資訊 讓民眾能夠了解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也設計了這個 國安審查的機制 讓這個國家安全不只是狹義的國家安全 而是如果對經濟安全、社會安全 產生這個影響的時候 事實上在簽署協議之前 都應該經過相當的評估 所以我想這一次在這個法治化的這個承諾 以及這個研議的過程之中 許多這次同學們的訴求 大概都有參考、採納 那當然有一部分 這個同學們堅持的事情 這個未來 當然目前行政部門是覺得 執行上有困難 包括國家定位的這個問題 包括這個 像賴宗強律師他們版本的這種 實務上會產生 自愛難行的這種情況 這部分我們可能覺得這個有困難 但是未來我想 各個不同的版本 都是會進到立法院 來進行充分的討論 那那個時候 我想大家依據正常的民主程序 來得到一個 我們國家的這個兩岸協議監督 機制的法律 那麼那個時候 行政部門絕對是依照這個法律來進行 我想這個兩岸協議 不管是過去 現在或者未來 將來都會有很多的議題 符貌只是中間一部分 對 所以對這個協議 社會的共識其實是非常重要 當然不管是某一個特定的業界 或者是族群 它的衝擊的評估 的確是需要更為審慎 那麼公民的參與跟民眾的溝通 其實是非常重要 我現在放幾個例子 看看兩個部會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們看下一張 在今年的3月10號 你會看到大陸的漁船 越界 這個越界捕魚 挾持了我們的海巡署的人員 這個越界的地點在哪裡 是在我們的彭家宇附近 而且在彭家宇的東北邊 那顯然已經是越過了我們的海峽中線 對不對 然後我們當然這個部分是 我們海巡的執法能量等等 這個都是需要考慮 但是海巡人員的執法非常辛苦 他們是怎麼樣 兩個船接近的時候是跳上去的 它跳上去 如果一不小心被船夾到了 要不然就掉下去 要被螺旋槍打成肉將 這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再看 這個是3月10號 我們看下一張 3月18號 也在這個大陸沿海的金門海域 在廖羅安附近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個十八羅漢礁 那麼可以看到大陸的漁船 這個船員是拿著這個長溝 或者是一袋的石頭 是非常尖銳的石頭 準備是攻擊我們的海巡的人員 它事實上是越界捕魚 對不對 是越界捕魚 但是我們好幾次類似這種狀況 只是把它帶回來以後 就20萬罰 要把25萬罰了 然後就放了 像這種類似的這種狀況 我們將來怎麼樣去管制 這3月18號是 這個學生衝進我們立法院 但是在海峽的那一端 就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有太多的事物 其實是值得兩岸去共同關注的 因為這個不單是 是對漁民 台灣的漁民的影響 那麼對兩岸的共同利益 共享的海域的保育 其實是非常重要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張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去年7月9號 但是事實上 最近又發生過好幾次 就大陸的平台船 各位可以看到 那平台船是非常非常大的 這個平台船來到我們的澎湖海域 在撈什麼 撈我們的人工漁礁 我們以前有沉下去非常多的沉船 一些報廢的這些漁船 或者是一些軍艦 當成這個叫做船礁 就是人工漁礁的一種 然後這個大平台船 我們再看它下一張 這平台船非常大 海旋鼠的人 你看它上去了 那個平台船很大 然後就不斷地撈 當然這個撈有好幾個目的了 第一個把它當廢鐵來賣 第二個破壞你這個漁礁 因為漁礁有些時候會勾破它的漁網 所以大陸漁民也很討厭 不但是在大陸的沿海 我們這邊台灣海峽 只要它捕魚作業地區 有任何漁礁它就想辦法破壞 一方面是有利益它的爛捕爛採 但是更重要是說它把這個廢鐵拿去賣 那撈出來的東西到底有沒有價值 價格很高因為它是廢鐵 但是破壞我們整個海洋的生態系統 然後這個對我們的漁民 這個也造成很大的壓迫 因為這個船礁或者漁礁 人工漁礁其實是有很多的鋸魚的效果 可以甚至培育一些漁業資源 那麼對於我們的漁民的福利 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可是完全是肆無忌憚的 青門踏戶跑到了台灣 跑到了澎湖 跑到東北角 我們再看下一張 但是撈的東西呢 是不是只有人工漁礁我們沉下去那些舊軍艦 還是舊的這個漁船 報廢的這個船舶 不見得 這個是一個中央研究院 湯西勇教授所做的研究 那麼在澎湖海域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過去的日本人 在這個二四世界大戰的日本很多的船艦 都在澎湖活動 那麼美軍在轟炸 所以呢 也很多轟炸下去的這個船舶呢 是被視為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資產 那中山大學跟中央研究院在最近幾年 也在澎湖海域呢 做過一次這個水下文化資產的普查 已經發現了一百多艘沉船 那些沉船呢 都應該是要呼應2009年UNESCO 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 應該要盡力保護 甚至我們發現了 有一艘北洋軍艦的廣炳號 這廣炳號呢 是北洋軍艦被俘虜 被日本人抓去 最後就改建了槍炮 然後送到了台灣 結果又沉默在澎湖 現在已經發現了 其實有非常多的文史資源 可能就是這樣子的情況之下被撈了 但是呢 我們也看到大陸漁船呢 甚至呢 一種動用很多的這種船舶 這個駁油船就在台灣 買便宜的油 然後在那邊供應大陸的漁船 在這邊連續作業 所以他們的漁船不斷地 不用回去加油 用的是我們補貼的油 所以海巡署跟環保署 曾經有一次空中聯合偵察 結果用我們的UAV小型飛機去拍照 結果就發現 動員了10艘船 後來逮捕他們11艘船 越界的來這邊加油 越界的來捕魚 像這個議題啊 其實都是非常重要 我們看到下一張 好 下一張 今天呢 我們招委 特別重視這個資訊公開 產業的溝通 公民的參與 跟國會監督 不錯 的確是我們的兩岸協議裡面 很重要的這個關鍵性的議題 也值得我們去檢討改進 但是呢 行政院版也提出來了 我們有四個階段 包括你的議題形成 你的業務溝通 還有簽署前簽署後的一些審議 這四階段 但是我比較重視的就是說 這個議題形成的優先次序 到底怎麼選的 比如說外界有講說 你為什麼要先簽服貌 不先貨貌 你的每一個簽這個協議的優先次序 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那麼你跟當這個特定的族群 或者特定的業界 到底怎麼去溝通的 你怎麼樣去形成共識 你如果沒有形成共識 大家第一個不了解你 第二個你不會支持你嘛 所以今天服貌的問題呢 其實衍生了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那個協議到底是怎麼出來的 那個議題是怎麼形成的 兩岸有沒有共識 如果是兩岸是覺得說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我們為什麼不作為呢 比如說漁業 現在這種濫捕的情況 越界捕育情況那麼嚴重 完全是肆無忌憚 那我們各部會在做了什麼 海巡署做什麼 陸委會談什麼 海基會去談什麼 那麼漁業署又做什麼 我是覺得說 這個議題呢 其實是很值得我們去探討 因為台灣有太多議題 比如說我們前一天 談到這個地震 這個河門安全 氣象 這個都是對兩岸有利的 這個民眾應該很清楚 但是有很多議題 也不斷在發覺的時候 我們對這個台灣的經濟產業的時候 應該是更重視說 跟民眾的溝通 但是那個議題形成的時候 應該是由下而上 而不是top down 我們自己決定做什麼東西 我想不曉得這個 我提出這些想法 兩位 兩個部會的主管 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先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協商議題是怎麼樣形成 其實通常是必須要有一個發動的機關 那當然剛剛委員是說 不應該只是由機關來發動 應該還有別的機會可以發動 那就制度面的設計上 如果這個主管機關 它可能是基於業務上 本身的職責所在 或因為聽取了民意的反應之後 認為有將它納入兩岸協議的必要性的時候 它會提出來 就是說要做這樣的一種議題的行程 未來要協商 那提出來之後 當然陸委會做一個平台 我們會蒐集各部會所提報的各種的議題 那這裡面如果有可行性 這可行性當然包括 對岸它有沒有意願要談 如果有意願要談 如果對岸沒有意願要談 只有一方有意願要談 那相對之下 可能沒有辦法進入協商的階段 只是我們可能可以不斷地跟它要求未來要談這件事 但是如果當對岸也有這樣的一個意願要談的時候 那麼這時候就有可能可以協商 成為一個協商的議題行程 舉例來講 您關心的這個漁業的這個問題 您剛舉的一些例子 在今年二月份的這個高層會 這個兩岸兩會的高層會談裡面 其實雙方是同意針對漁業資源養護的問題 應該要進行後續的協商 所以這樣的共識已經形成了 不是只有我們單方要做 那現在在漁業資源養護的這件事情上 未來可能就可以就這個議題開始組 專案小組來進行業務溝通 所以我覺得一方面就是先跟委員報告 議題如何形成 另一方面您所關心的這個特定的議題 的確未來在漁業資源養護這件事情上 是會進行兩岸之間的這個溝通跟協商 當然會隨著協商如果有具體的進展 那就我們就會去進行其他的部分 譬如說當有一定程度的具體內容出來之後 跟國會的溝通跟公眾的報告 那以及公聽會 以及進入國安審查機制等等 那後續我們都會去進行 所以我想我先跟委員檢要報告到這裡 好 那農委會在協議之前有沒有什麼樣具體的作為 包括委員 那就是有關剛剛那個委員提到的幾個案例呢 我們漁業署其實都有非常積極的參與處理 然後第二個就是剛剛委員提到就是由下而上的議題的部分呢 事實上我們漁業署跟我們的包括全國漁會還有我們漁民呢都有非常密切的聯繫管道 那不過剛剛那個問題確實是我覺得是如果它發生的頻率這麼長的話 我們會考慮藉由我們漁業署目前跟中國大陸已經有一個漁船船員合作協議的這個平台呢 我們在議題還沒有正式行程之前呢我們會持續的跟他們溝通 然後讓雙方有一個共識能夠在兩岸兩會的這個協商的場域裡面 形成議題來討論具體的方案 好我想這個部會的因為非常的重要啦是不是請兩個部會呢加速這個談判好不好 謝謝 好謝謝那接下來周尼安周圓